哈喽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幸福美食频道 我是幸福的眼泪 今天来做一个简单快熟又好吃的香肠卷 先要准备10根香肠 因为我这个肠比较长 所以我给它从中间切开 然后再来揉面 所有材料放入揉面缸里 用厨师机的中速5档揉10分钟 没有机器的话就手揉 揉成一个光滑的面团就可以了 揉好就是这个样子 面团软硬适中,还很光滑 然后给它平均分成10份 分割好以后就把每份都滚圆 全部滚圆好以后 给面团盖上松弛10分钟 10分钟以后就可以挨个整形了 把面团搓长 先用一只手给它搓成长条 然后再用两只手逐渐的给它搓长 要尽量做到粗细一致 最后搓好的这个面条长度 差不多是香肠的五倍 然后把这个面条的一头 放在香肠的头部 稍微压扁一点 然后转动香肠 让面条一圈一圈的卷在香肠上 中间不要留太大的缝隙 最后再轻轻压一下就可以了 放在笼屉上发酵 可以铺蒸笼纸 也可以在笼屉上抹油 我是在26度的环境里 发酵了25分钟 发好的体积会比之前 稍微胖一点点 发好以后就可以放到蒸锅里 凉水下锅 开大火 开锅后蒸15分钟左右 如果你想10个都一起蒸的话 那整形的速度就要快一点 第一个和第10个不要差的太多 如果第一次做整形比较慢的话 就建议分两盘来蒸 这样也不会有发不到位 和发过了的情况 蒸熟的香肠卷 按下去可以马上回弹 而且很松软 也没有凹陷 真的特别香 又简单又好吃 还没有做过的小伙伴们 也赶快动手做起来吧 今天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了 拜拜